我們來看這邊 剖面 門都剖面 這邊漏了一道 沒有關係漏了一道我們就直接Copy 不對啊 這邊沒有 對不起對不起 這邊是一樓 一樓在這裡 有 好然後我們現在看那個門窗的剖面喔 那門的剖面其實在以前就上過我不曉得你們還記不記得 那不記得我也只能找找看給你們看 那以前有個門窗剖面圖 我們看一下 門窗在哪 門窗 以前有這個圖面你還記不記得 那這圖面裡面讓你看到你看這個雙拉門我們怎麼畫 還記得嗎 有 那現在這個圖面他告訴你看這以前是這樣窗框這樣還記得 那這是正確喔因為這兩扇拉窗 兩扇 這邊前面一扇後面一扇所以畫起來是這樣子 那 他的圖面給的 簡化圖面 什麼叫簡化圖面你注意看 你這一個 是 這是單開門就沒有問題 他也畫的你看 很吵很吵啦 你看這邊的話 應該是門的邊線這個單拉 推開門他也是畫的這樣子喔 我是覺得我們要畫成 比較像樣的樣子 那我們來看 你看 門窗幅 其實你看單開門推開門 你看推開門 這一個 其實他剖面畫長的就是這樣 因為這是門框 這是 這一個 所以這是單開門 好嗎 好 那這個部分 剛剛有同學問我圖層鎖住什麼意思 我示範給你看 圖層為什麼要鎖住 圖層鎖住的時候 其實這個圖層這是什麼圖層我等一下複製這個圖層不要過去 我就把 這個圖層 給他 鎖住 所以他鎖住之後 這個要不要過去你就要決定喔 你要決定這個東西要不要讓他過去喔 那這個圖面是這樣的時候你怎麼都選不到 選不到 那這個如果要過去你也可以不過去就鎖住 這要不要過去 好那我就把這個選起來 你看你選不到鎖住的圖層 Ctrl C 各位我到這個地方 Ctrl V 有沒有看到 剛剛那線有沒有過來 沒有過來 有看到 這就是他的剖面圖 那如果這條線我不要 這條線我不要 刪掉 這條線我不要 刪掉 底下最建議你把它封邊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們把圖層切到DW 這圖層在哪一層我不知道 門 因為他的圖層叫門所以複製過來就叫門了 那 也可以把這東西叫成門窗 我這邊圖層會那麼多就是因為複製過來的關係 他那邊原本的圖層 你看我這邊原本圖層叫做門 這邊有塗層 這邊有塗層 這邊叫做門 他就出現了 知道 所以 塗層在過來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這個我 上課沒有辦法這樣分 但是你要注意 好我就把這條線封起來 L 最好在同一個圖層 好 那我就到門好了 或者 或者 這個移到哪裡 移到DW 好不好 習慣竟然這樣 就到DW 不要那麼多圖層 很討厭 好 那我們就到目前層 DW 好 那這個剖面圖就畫這樣 這個把它封起來 好 好那我們這高度是多少 我們這個D4的高度是 好 我們看一下 這是215嗎 好這是215 這台是D4 所以他是215的高度 好那我們看一下高度是多少 220 所以我直接從這邊縮五公分就好 好嗎 offset五公分 我是215對不對 好五公分 好這個時候你也可以在做圖塊 好不好 做一個圖塊 那這條線你不要的話 可以把它改到 Sketch 好那這個時候剖面做出來 我們就直接 要不要邊group 好 我就選這幾條線 好 好然後 我們看 就這樣 我沒有給他據名 好 這個時候就複製他 CO 你可以選這個的中心點 然後你就開始給他放在 這個門的中間點 好不好 好 就 兩點的中點 看到了 然後這邊也一樣 那你如果後面複製很麻煩直接 用這邊來copy 哪一個點 好這個點好了 好這錯了 錯了沒關係 等一下怎麼改 很多方法可以改 來我們就這樣 因為他做成group了 直接抓 直接拉上去 所以 這邊的剖面都做完了 好 那再來 前後這兩個落地窗 怎麼做 好我們一樣找到這門窗的落地窗 雙開門 所以雙開門的話你看 這個雙開門的話是屬於這一類 好我們就把這個抓過去 好這個抓過去就好 那怎麼做呢 你看他兩站 在他考試的時候他把這兩條線 這邊變成一條線 這兩個變成一條線 有的部分你注意看他的線條 有的畫法是這樣 你看這個落地窗 他幾條線 就這樣 一二三 四五 那我們看看真正是幾條線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有的圖面把這兩條線併在一起 因為落地窗中間不可能有間隙 這樣窗戶會不夠密閉 這是合理的 所以 窗扇三公分三公分 他把這兩條線變成一條線 所以一共有一二三四五 五條線 所以 你畫五條線六條線都可以 他五條線是比較對 你看 一二三四五 這樣清楚了沒有 其實這個不難畫 如果你 這邊還有個框 漏掉了 好 那他的尺寸是多少 是 五十加兩百二 還記得五十加兩百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到這個圖面來看 你還記得這個立面圖怎麼畫的 有沒有看到 五十加兩百二是這樣畫出來 還記不記得 所以你這個框 就是這樣畫 如果你還記得我們就從這邊copy 他這邊就有了 五十加兩百二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從這邊 要拉一道過來的時候 我直接從這邊拉 這邊好像沒有做對 對不起 這個圖畫錯了 為什麼呢 這邊都畫錯了 Sorry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框 這個窗戶底下應該還有一個窗塘挺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還要再往下拉一格 的厚度 什麼意思呢 來 我這邊的話 我這邊順便修正 我畫錯的地方 往這邊往下拉一個五公分 那這邊在Obset五公分過來 那這邊在Obset五公分過來 這樣才是正確的 看懂了嗎 這個到這邊 這個要延伸 這沒有炸開 這沒有炸開 炸開 好 這樣就大概清楚 這個對不起 那個門畫錯了 應該這樣才對 這樣各位清楚了嗎 然後這個部分來講 總高度是多少 我其實可以直接畫一個 然後它的高度是250公分 然後我畫一道 Obset10公分 Obset10公分 然後上面這邊也可以拉過來 那這邊我一樣 Obset五公分 落地窗底下會有一道這個 沒有窗的軌道 不能夠沒有 TL 看到了 然後這邊 你要畫五條線 我都沒有意見 你要畫五條 我們就畫五條 然後呢 L從中間開始畫 第一條 第一條 然後第二條呢 相隔三公分 懂了 三公分 三公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怎麼複製呢 好 就CO 然後把它延長 然後把它延長 好 這個就做完了 然後這個呢 我們再做group 可以用N 吼 DW 好做完之後 把DW放進來 怎麼放 我們看一下圖面 它這裡下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 五條線嘛 那就把它放進來就好 那哪些地方要放 好 這個地方 後面的部分 跟前面二樓到 到頂樓 好所以 因為D台灣D台灣 這個截面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這樣放 開始放 好 開始放 那這邊也一樣 這段話很複雜 沒關係 我們就不要這麼辛苦 我就直接用copy的 我建議你這個邊邊 要再加一道 把這個線段 把這個線段再加一個 邊邊的投影線 不然這樣到時候 這個圖面會沒有線段出來 好 所以 我們會在這裡 移到projection 投影層 畫 好 西歐 用這一點來抓 好 那 這個窗的 剖面都畫完了 剩下最後一個是什麼 各位注意看 鐵捲門 好 在講鐵捲門之前 它圖面長這樣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鐵捲門長這樣 好 這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好 那這個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意思是說 這是捲門箱 這是捲門軸 那這大小 四十六十吧 差不多 那這是軌道 因為它斜的過來 所以畫一個四十五度 一定這樣嗎 不是 這示意圖 所以你要放一個軌道進來 這軌道的寬度 其實也都示意而已啦 有的就直接用牆的厚度 這不太理想 因為那軌道的厚度要看 牆的厚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投影片裡面介紹 捲門窗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這鐵捲門 那你看這一個 這是屬於比較 豪宅型的鐵捲門 車庫的鐵捲門 那它用的是有採光玻璃 但是你看 這個是一個捲陽機的馬達 所以你畫那個圓圈十字是指這個馬達 這個是捲門箱 最終會用一個 一個鐵皮把外面封起來 那這個是它的靈魂 這是遙控器的東西 無限遙控 所以呢 這個是機械式壞掉以後沒有電 用手動去把它拉上來 這鐵捲門的樣子 所以各位注意鐵捲門要注意這個 你看這軌道有沒有 45度畫過來 這是軌道 所以這個的畫法就很多種 所以同學就用 那個四翼的畫法 這個窗我就講四十六十 然後一個斜斜的畫一個十字 這個都四翼 不是馬達那麼大 不是 了解嗎 好 那這個部分 就這樣把它畫完成 好不好 這部分我就不示範 你畫畫看 完成圖面大概長這樣 那 看一下 這邊沒有完成的圖面 反正你就照樣去畫 一個斜斜的畫下來 就得到那一個 看完成圖面也沒有給你看一下而已 你可以看到完成是這樣 他就這樣畫而已 是不是理想 反正四翼吧 看到 我再把尺寸給你講 這約列 這不是固定喔 知道嗎 35乘以45 OK 捲門箱的大小 決定你這個 門的大小 因為捲起來 他多厚 這要放得下 這個是講那個馬達 這是鐵捲門走的軌道 了解嗎 所以同學這樣把它畫起來 好吧 這個不太難 所以這個部分也不一定要做成 那個圖塊 做成group 你就把它做做看 好吧 那我們等一下來講 標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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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